世界辣么大我想去看看 大家好我是怎么拍怎么胖脸 还像大盘子的乐乐 等一会儿呢我打算买一杯宜昌这边的 舌尖上的飞鱼美食 凉虾尝一尝 凉虾是宜昌这边的销鼠饮品 夏天买的人特别的多 分大小杯 小杯是3块5 大杯是5块钱 我买的是一小杯 然后呢因为今天天气的原因 天还是挺冷的 所以我让老板做的是热的 尝一尝哈 这个喝起来甜甜的 有股桂花香 里面的凉虾吃起来 口感是滑溜溜的 挺软糯的 在嘴里呀你用舌头这么一抿 它就化开了 它本身是没有什么味道的 不过呢配上这个桂花汁喝起来真的超好喝 刚才我问了一下老板 这凉虾是用大米浆制作的 制作的方法呢也比较简单 就是你准备一盘大米浆 再准备一个漏勺 把大米浆通过漏勺这么一倒 漏下去的这些东西啊 就是里面的凉虾 然后再调一些蜂蜜汁啊 红糖水啊桂花水啊 跟它混合到一起 一道充满宜昌特色的饮品就做好了 我觉得这个饮品夏天的时候喝会特别划算 你逛街逛累了口渴的时候 来上一杯冰镇的凉虾 哇那感觉肯定特别的爽 而且里边的凉虾还可以当做小零食吃 补充一下体力 像我这种来这边旅游的朋友呢 也可以大胆的尝试一下 还是非常的新奇的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我的朋友 欢迎点赞转发加关注 咱们下期见咯